- 欢迎收看《还歌游戏日志》 哈喽,欢迎收看《还歌游戏日志》 在之前的影片提到了几个让我毕生难忘的奖杯和成就 相信也有不少玩家享受收集奖杯和成就的乐趣 但又不希望只是为了他们专门去玩一些很糟糕的游戏 所以这次的影片就要来推荐8款 同时在PS和S8万平台上推出 奖杯的难度整体偏容易,没有连线奖杯且富含娱乐性的作品 这些游戏的PS版都有设置白金奖杯,S8万版则只有1000G的玩家分数 也因为这样,我原本名单当中有insight和兄弟双子传说 虽然这两款都是很优秀的游戏 但因为这两款游戏的PS版都没有设置白金奖杯,所以只能冷痛放弃了 另外顺便一提,这次影片中提到的8款游戏全部也有在Switch平台上推出 但由于这次影片采集的素材是选用PS或S8万版 所以Switch版的表现可能会在影片中的有点落差,特别是一些3D游戏 有兴趣的玩家在入手前,还是先上网查一下该游戏Switch版的表现吧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作为2017年小小梦魇的续作 小小梦魇2继承了前作杰出的恐怖感,以及极度压抑的游戏氛围 玩家这次扮演主角Mono和路上碰到的女孩小六 一起破解路上的各种谜题,从残暴的敌人手中逃出生天 游戏里好几种不同的场景,像森林、学校和医院等等 花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大关卡 每个大关卡里面的敌人都让人印象深刻 譬如森林里拿着猎枪杀入诚信的猎人 学校里那像是恐怖电影常看到的 我只会不断伸长的女老师 以及调皮搗蛋又不安好心眼的陶瓷玩偶小孩 都把制作组天马行红的幻想 融合进了游戏独树一格的恐怖感当中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玩家不太敢玩这类的游戏 是因为这类游戏老在搞Jumpscare这套 也是突然有东西冲出来吓你的手法 幸好在小小梦魇2当中,并没有这样子的演出 此外也有些人担心游戏中的NPC小六 是否会像某些游戏的AI一样 因为各种的泛唇死亡而扯玩家后腿 这点玩家们也可以放心 甚至说你到头来就会发现 就算你想把他给弄死,还没有办法 小小梦魇初代有个成就相当刁钻 要求玩家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游戏 且临死亡次数 可以说是本作的全成就克星 初代的PS4版本还没有白金奖杯 因此让玩家们挑战的意愿不高 小小梦魇2就大幅降低了整体的成就难度 许而代之而大多都是杂像性质的成就 你可能在第一轮通关的时候没注意到 但在看了相关的提示或攻略后 下一轮游玩时就很轻松解到了 譬如打开某个场景中的冰箱 把某个场景的纸飞机丢出去 不过在钢琴上到处乱跑等等 唯一一个要求不死通关的成就 仅有要求玩家在最初的一小段不死通关即可 就算第一次没解到 第二次也是十拿九稳的 游戏一轮的长度不长 约4-5小时就能破完第一轮 解密的难度也很刚好 稍微发挥一下平常玩游戏累积的观察力 基本上都能迎刃而解 另外本作的收集要素虽然也和成就相关 但整体的数量不多 竟然破完后 没有让玩家选择章节游玩 因此玩家们大可放心 如果要用最高效率的方式拿完全部的成就 那就是第一轮从头到尾都照着攻略玩 防止哪边有那种 只要过了就只能重玩才能解到的成就 一轮就可以全解完 当然可能会有人觉得 第一轮就看攻略玩 感觉有点被破坏游戏体验 要不要照这方法 基本上就看玩家们怎么决定了 甜甜圈都市 这是一款脑洞大开的解谜游戏 不论是游戏的玩法还是剧情 都具备了一种虽然不合玩家尝试 但又莫名让人觉得独特的趣味感 玩家扮演的就是一个无底黑洞 自由的在地面上移动 然而偶尔抛射出吞下的物体来进行解谜 把所有看的到的东西都吞进去就过关了 整体的游戏设计很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快魂系列 必须遵守又小到大的顺序开始吞噬 连关卡的设计也是 从一开始不起眼的咖啡杯 到后面的关卡吞下一整排汽车 玩起来相当解压 游戏中的奖杯案成就 很多都是你可能第一轮没注意到 但只要看了提示案攻略后 再使用选关功能 重新游玩就能顺利解开 唯一比较麻烦的奖杯 是有一个要求无伤通过Boss战的奖杯 只要掌握这两点原则 一是不要被头目的填充攻击打到 二是吸入炸弹后 抓准对方禁止不动的空隙进行攻击 连续成功的三次再将接下来出现的浣熊吸入 并丢到头目的身上 这个奖杯就稳了 有任何失误的话就马上重新开始 实际上整套流程的长度很短 基本上不会花到玩家太多的时间 甜甜圈都市的解谜难度偏容易 物品与物品之间的逻辑关系很好懂和推论 因此也很适合给小朋友游玩 整体的流程长度偏短 大约1.5小时的时间便可能全破 剪完剩下的奖杯大约再花个半小时就能封骗了 整体来说是一款小而精美的一轮游戏 值得喜爱恶搞风格和解谜游戏的玩家入手 花之灵 花之灵是一款2D横向卷轴游戏 游戏的美术风格明显受到了吉普利动画的影响 展现出自然万物生气蓬勃的样子 过程中主角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生物 在完成该关好好变成取得新的特殊能力 并透过该关主人告知主角的对话 让玩家抽丝剥茧出原本发生了什么事 游戏的进行方式为平台跳跃和解谜 平台跳跃的难度不高 甚至对于稍微有点动作游戏经验的玩家而言 都会觉得太过简单了 解谜设计也很直觉好懂 基本上就看到能互动的物体 就大概能猜到要干嘛了 本作的奖杯设计非常简单 除了4个过了就没办法解到的奖杯外 其余全都是流程奖杯 这4个奖杯的条件分别为 被机器怪物踢下去10次 跳到红色的甲虫背上 在绿色毛毛虫的背上弹跳10次 和移动机器人的锁链10次 如果我事先查过内容的话 全都是能轻易解锁的奖杯 不过就算真的错过了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游戏同样有玄关系统 要补救不会花太多时间 花之灵是一款画风和音乐 都充满着疗愈气息的游戏 当然很多特点也和不少类似的游戏一样 譬如一轮长度偏短 我玩到白晶也才2个小时左右 另外就是它完全没有game over的情况 而说到这又得提一下 游戏中某场很精彩的追逐 虽然完全是以游玩的视角进行 但却是用过场动画的方式演出 这部分也就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了 另一个比较让我感到败笔的设计 也是游戏的最后一关 采用了上下左右颠倒的操作来进行 这并没有让游戏一直变得更有趣 反而是更加老人 撇除到上去几点 花之灵是一款值得入手的小品游戏 在游戏的最后会用过场动画 演出整件事情的起因 让玩家们更有那种完成的一趟旅程的满足感 推荐给所有喜爱偏重艺术性游戏的玩家 Gun's Score and Cannoli 2 这是一款以枪械武器为主 让玩家们爽快开枪的横向卷轴游戏 走遍1940年代的欧洲城市 满目窗移且破败的小镇 甚至是二战时期的诺曼力登陆 面对一面而来的僵尸、黑手党和军队 展开一场又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 本作改朗的前作各种不变的操作系统 这次主角不但可以水清所欲的360度瞄准开枪 也多了二段跳和翻滚等技能 操作起来更加灵活 打起来也更加爽快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提醒一下 由于这次使用优雷比的机会变多了 因此游戏也将跳跃这个功能 从普遍认知的A键改到LT键上 且在游戏中也没有办法更改 因此玩家需要稍微花点时间适应 游戏本身的成就都算豪解 也不像前作一样 有要求打通特定的难度 唯一比较麻烦的只有连续爆头24这个成就 不过这个成就也能遵循简单的套路取得 选择任何一个可以开始使用毛色枪的章节 关掉游戏中的辅助瞄准 这把手枪如果瞄准到头的话 都是直接爆头 成功几次后就选择从储存点重新开始 这样连续爆头的次数 实际上是会继续累积的 反复按此操作就能顺利解到成就了 同样的玩家们也可以运用Restart这点 来快速解完使用电锯解决100个敌人的成就 游戏一轮的长度不长 约2个小时左右就能全破 全破后没有追加任何新内容和难度 所以剩下的成就透过用选择章节的功能补一补 差不多就可以封骗了 最后游戏还支援单机四人合作通关 所以也有买来当Party Game的潜力 非常推荐给喜爱横向卷轴游戏的玩家 The Gardens Between The Gardens Between是一款特别的解谜游戏 玩家操作的不是角色的移动 而是时间的正反流逝 以及角色和场景物件的互动 引导这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提着点亮后的灯笼 抵达关卡的终点便算过关 在通关的过程 会让玩家慢慢来去熟悉游戏中的各种规则 像是游戏中少数不受时间能力影响的物件 可以独立调整时间顺序的物件 唯有活往这些关卡中的设计 才能顺利将点亮后的灯笼带往关卡的尾声 游戏的关卡解谜难度一般 在过了特定的点后也会阻止玩家回头 防止玩家卡关时过度回头而浪费太多时间 本作的成就也都很简单 除去流程相关的成就 剩下的都是一些被隐藏起来的小彩蛋 初次游戏的时候可能不会解到 一旦看来相关的提示或攻略后 马上就能轻松解到了 而这些成就也可以靠游戏中的选关功能补回来 游戏初次通关约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当然在知道所有关卡谜题的解法后 更大幅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 剧情虽然采用了墨具的形式演出 但不会像很多墨具类的游戏一样 让玩家觉得晦涩难懂 反而就是一个很真实 也可能曾经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故事 推荐给所有喜欢解谜游戏 和想试试拥有不同设计思路游戏的玩家 《星跳文学社》 曾经在2017年于Steam平台上 以免费游戏发布后 造成热烈讨论和回响的《星跳文学社》 后来也以加强版的方式 重新于家用主机平台上推出了 这是一款文字AVG游戏 玩家扮演的竹人公和青梅竹马 误打误撞地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 游戏过程中玩家就是得靠写思 赢得其他社员的好感 进一步看到各种不同的路线和发展 听起来是很人畜无害的剧情对吧 但光是开头的警告标语 就让人觉得这其中必定有诈 而我也得老实说 如果要在完全没有剧透的情况下讲这款游戏 基本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当然接下来的内容一样不会有剧透 如果你适合可以接受各种惊吓 和黑暗内容的玩家那心跳文学社Plus 绝对值得你试试 你唯一要知道的就是开头的警告标语 绝对不是胡烂人的 这样就够了 另外除了结尾的动画外 游戏完全没有语音 对玩习惯其他文字AVG的玩家而言 这也是要先考量的一点 游戏的奖杯条件和绝大多数的文字AVG一样 不外乎就是全路线、全CG图之类的 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提醒一下玩家 如果我连发手把的话 要解游戏中的一张CG图会比较轻松一点 另外就是关于写诗这个挑选关键字的小游戏 游戏中的语系可以随时调整 有国外网站的攻略资料的话 就可以灵活运用这点了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 关于这次心跳文学社Plus新增的自线故事 一直是我很推荐的新内容 虽然完全没有分析选项 但新增了好几张原版当中没有的戏剧图片 故事也不再有任何下人和黑暗的内容 而是更多人与人之间关于友情的故事 当中好几篇不免让人想到自己也曾遇过类似的情况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隔阂 所有重新互相理解与包容 即便你在2017年就体验过原版的心跳文学社 我相信这次的追加自线 会让你对于这款游戏的故事 又留下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影像 蜡烛人 蜡烛人是一款3D平台跳跃的劫名游戏 玩家扮演着一根小蜡烛 借由燃烧自己照亮周围 去点燃关卡中的其他蜡烛 小蜡烛人点燃的时间有限 累积起来仅有10秒的时间 若过度燃烧自己也就会燃烧殆尽而亡 偏偏关卡中的场景大多都很阴暗 又藏了一堆掉落的即死陷阱 因此如何适当的去使用燃烧这个功能 抵达关卡的终点 就是本作最大的核心概念的 游戏采用了现今几乎不再使用的枝数限制 每个关卡当中 玩家仅有9次的接关机会 即便接关 之前点燃过的蜡烛也会继续发亮 让玩家仍有种往前推进的感觉 之前燃烧时低落的残大也会继续存在 好让玩家更容易判断能行走的路线 只是如果把接关次数用完 那原本点燃的蜡烛就得重新收集了 不少关卡放置了许多充满恶意的即死陷阱 竟然是有一定经验的老玩家 初次通关大概也要接关好几次才能顺利通过 而对于平台跳跃苦手的玩家而言 可能还会觉得9次的接关次数不够用 只能多从4个几次累积经验了 游戏的奖杯条件非常单纯 只要通关加点亮关卡中的所有蜡烛 就能顺利白金了 在一个关卡中 多数的蜡烛都放在很显眼的位置 经过少数几个比较不好找 至于剩下的奖杯就只有燃烧殆尽 在游玩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解到 因此也不用特地去解 最后说了大家可能对本作常有的误解 游戏前期阴暗的关卡 很容易让人先入为主的误以为 这是一款和小小梦魇类似的游戏 但其实这误会可大了 蜡烛人虽然大半的关卡场景也非常阴暗 但整款游戏没有任何吓人的演出 和带给人精神猎奇的敌人和机关 更多的是富含创意的谜题 充满失忆的关卡名称 以及一个充满的影域却又非常好懂 容易拆出背后意涵的故事 都让蜡烛人有着读书一格的亮点 我把已经大约花了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推荐给所有喜爱3D平台跳跃游戏的玩家 胡闹厨房全都好吃 本作是一款合集性质的作品 收入了大作好评的多人派对游戏 胡闹厨房系列的一和二代 以及过往所有的付费DLC 这样更进一步的画面和细节强化 可以说要是你之前没有买过任何一款 胡闹厨房的系列作 买这款就对了 胡闹厨房系列是一款模拟类的游戏 玩家扮演餐厅内藏的厨师们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各种指定的料理 这时如果去分配切菜、烹煮、装盘、上菜、洗碗盘等等的工作 有些关卡还会有各种突发状况 要如何去面对这一挑战 就考验着玩家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了 去做胡闹厨房2除了新增投资这个功能外 还收入了更多元化的食谱 以及更脑洞大开的关卡场景和机关道具 让玩家们再次展开一场天马行空的美食之旅 当然听到我刚才提到的多人派对游戏 我相信不少人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 啊我就找不到人陪我一起玩了 还解什么奖杯 先别急 我之所以把这款游戏放入这次的名单当中 原因就在于这次新增的辅助模式了 开启后可以让游戏整体的难度大幅下降 譬如游戏时间加长、订单不会超时 完成订单的分数大幅提升 就算只有一个人玩 要打通一暗二代的胡闹厨房和其DLC内容 瞬间也变得轻而易举了 至少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 我完全只靠一个人就顺利拿到白金奖杯了 奖杯条件披起过往的胡闹厨房一暗二代都简单很多 不再有那种让人忘之却步 譬如像什么全关卡达成三星评价之类的条件 取而代之的大多都是杂像性质的条件 譬如使用特定的服装通过特定的关卡 把99个食材丢进垃圾桶等等的条件 没有什么技术成分 唯一比较麻烦的就只有太空国洞这个奖杯 这个奖杯需要四个玩家轮流抛接食材15次 而且不能落地 单人游玩的话至少需要准备两只手把 另有一只手把可以操作两名角色的功能 开练习模式一次用四个角色自己抛自己接 耐心调整好接收食材那一方的角度后再抛出就行了 总结下来胡闹厨房全都好吃是一款很优秀的派对游戏 当然我也得老实说 这样子的游戏一个人玩其实还蛮无聊的 毕竟游戏原本的关卡就是以多人合作的思维去设计的 当能玩的话开了辅助模式会觉得太简单乏味 但不开又变得很难 玩家们要考虑一下平常是否会有朋友来加以打电动 或是本身喜不喜欢上线和人一同游玩这点 再来决定要不要入手这款游戏了 好啦八款全部都说完了 为了感谢各位玩家收看到最后 在这边就再分享几个这次所介绍过的游戏 更多相关的奖杯要诀案小秘密吧 小小梦言2 可能有不少人在最后的关卡都被这个谜题给卡住了 感觉就是一直在鬼打墙 不断重复来回相同的场景 而这关的解谜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不过可能有玩家不希望我提前破梗 所以我把解答藏在右上角的QR Code中 少一下就可以看到内容咯 甜甜圈都市 在后期的生物实验室关卡 我能夾取的爪子位于哪里 玩家们只要照上、左、下、左的顺序按下按键 再按下抓取的按键 就能解开隐藏起来的金库 不过看网路上的讨论 很多人都说明明就照这顺序按了 但却没有成功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如果玩家们移动的速度太快 反而会导致洞口蛇的尾巴因为惯性回弹 而多按了一下按钮 导致被判定成按了两次 因此要注意的点就是轻轻推动类比搖杆 不要移动得太快 等蛇的尾巴不动了再移动到下一个按钮 另外还有一个奖杯要求玩家输掉游戏中的一场BOSS战 在输掉以后会有一段额外的对话内容和场景 在这边就不破梗了 留给玩家们自己去玩吧 心跳文学社 Plus 游戏中有一个奖杯要在限时时间刚好凌晨或下午2点40分的时候 也就是不分AM和PM 打开游戏中虚拟主机的资料夹 依照Internal 2 2 1的顺序打开 接着就会看到一个只有在这个时间点然能打开的文件 只要越染它奖杯就能解锁了 这个条件对于X8平台来讲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如果主机在线上是没有办法更改系统时间的 而PS4和PS5的版本就比较简单了 即便目前在线上也可以靠修改系统时间马上达成这点 此举不会影响奖杯解锁时的时间因此玩家们大可放心 胡闹厨房全都好吃 我之前就算开了辅助模式 还在觉得单人挑战一代的最后一关有点困难 后来才发现原来同一块砧板 是可以两个人同时一起切的 切菜的速度也会因此大幅提升 掌握了这点后这一关就变得简单很多了 由于收录了两代胡闹厨房的完整内容 因此在这可以使用的角色也是惊人的多 其中有两个隐藏角色 只要在完成了胡闹厨房一和二代的主线剧情后就能解锁 另外有些角色还有不同的隐藏版造型 可以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按左右键切换 让玩家的这场美食之旅更加多变有趣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你觉得很好玩 奖杯和成就也同样好拿的游戏 就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和大家分享吧 我是环哥 我们下次再见咯